从未见过如此猛灭的酸雨 地面顷刻间就被胶筑融化 车漆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俯视生销 毫无防备的男人被淋得血肉模糊 所有人都在雨中疯狂逃命 自己都在劫难逃 更别说去事与元首 此时一个婴儿正躺在车内 殊不知死神已在步步逼近 眼看天窗被酸雨俯视破洞 不出意外的话婴儿即将引恨西北 紧接着一阵啼哭声划破苍穹 伴随着稀稀利利的酸雨 婴儿的声音被逐渐掩盖 此时强哥正在这妻儿疯狂逃命 眼看酸雨云正不断逼近 二手膜拜不合时宜的却出了故障 无论男人如何发力也毫无卵用 他们只好徒步前行 酸雨不知何时会落下 可要是他们停下脚步 那早晚也会隐恨西北 这是一个血肉横飞的男人上前求助 三人吓得拔腿就跑 他们已经自顾不暇 哪还有时间顾得上别人 转眼间三人就已跑进树林 然而这里也并没有让他们堵地的肠子 长时间的跋涉已让母亲劳累一场 可他们却不能停下脚步 眼看雷声已逐渐逼近 求生的念头让三人不由地加快脚步 奔跑七天后他们终于赶到庇护所 然而这里早就被当地人控制下来 并扬言门票要一千万才能进攻避难 强哥只好另想他法 接着三人继续奔跑前行 然而雷声已想至身后 强哥健壮立马跑到一边捡起肛门 这样酸雨林下的话还能保护妻儿 下一秒灾难便如期而至 就在强哥一准备迎接死亡时 他却惊奇地发现 落下的雨水竟如此温润 看来灾难已经离去 可紧接着男人的脸就开始溃烂红肿 没曾想灾难并未离开 古时的浓烟已开始不断升起 强哥只好硬着头皮护送妻儿 在最后时刻母子二人终于逃进山洞 而男人的身影却再也无法出现 不如其来的打击让两人无法接受 可苦难的命运并未打算放过他们 眼看山洞正被酸雨侵蚀发生破裂 母亲连忙拉起儿子往洞穴更深处爬去 她让儿子走在前面 自己则留下断后 由于错估酸雨的伤害女人最终惨被掩白 虽然男孩成功逃出洞穴 酸雨也早已停止 可面对着未知的将来男孩却显得手足无措 希望大家平时能好好保护环境 让这样的灾难永远仅存于电影之中